妈咪,电梯到了。 女人这一次也不知道怎么圆场了,求助地看向身边的男人。 男人好歹是跨国企业的总经理,反应不比自己的老婆慢, 礼貌客气地对着电梯里的迟恩恩说, 你们先走,我突然想起来了,我有东西忘在了车上, 我们要往下,去停车场。 这个台阶自然极了,就好像他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忘在了车上, 真的要去地下停车场拿一样。 但是迟恩恩不傻,别人是说真话还是打圆场,他看得出来, 他耳朵都快要烧起来了,红着脸尴尬地笑了笑。 幸好电梯门在这个时候关上了, 不然他面对人家一家三口,真的是要脸烫得冒清烟了。 电梯门一关上,他就鸣紧了嘴角,有种恼羞成怒的感觉。 李贝绝,你刚刚没有看到有别人? 这个女人是在冲他发脾气? 一年多不见,他的胆子果然是见长了呀。 他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。 他博唇一鸣。 所以呢? 所以,你都不觉得气氛很尴尬吗? 英俊的男人阴谋看向了他,索稳似的脖唇好看得上下一碰, 居然反问他。 你在意? 我只是觉得特别尴尬。 我不会。 冷卷的男人直接打断了他,强势霸道。 我为什么要尴尬? 他们对于我来说,和键盘上的ABCD没有区别,和杯子报纸路人一样,没有任何多余的意义。 你会去在意ABCD的情绪,杯子报纸怎么看你? 这个理论够简单粗暴。 赤恩恩被赌得哑口无言。 他直觉这一套理论不正确,但意识之间想不出反驳的话。 说话间,电梯已经升到了六楼。 丽北决抱着他出了电梯,走到了620四门前。 修长的毛子一条,无比自然。 开门。 赤恩恩深吸了一口气,摸出房卡,打开了门。 打算进了家里,再好好跟他谈谈。 万万没有想到,丽北决根本没有要跟他谈的意思, 直接把他抱进了房子,灯都没有打开, 静止地往卧室走去。 丽。 他话音未落,背部已经接触到了柔软的床垫。 下一秒,一个炙热的身子倾覆上来。 男人强烈地荷尔蒙气息压了下来, 灼热地吻带着隐忍许久的渴望, 如同狂风暴雨般落在了他的脸上, 脖子上,锁骨上,不断往下。 呃,嗯。 赤恩恩想拒绝,但根本由不得他拒绝。 上方的男人无比了解他身上每一个敏感的地方, 总是能够在他要张口的时候准确无误地堵入他的唇, 强硬地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 房间里的温度逐渐升高, 赤恩恩从最初被迫配合, 到后面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是被迫在配合, 还是主动在银河了。 窗外的月光明亮, 从落地窗倾洒到房间里, 明月才刚刚升到最中央, 夜晚还很漫长。 终于在他即将昏过去之前, 霸道的男人总算是放开了他。 赤恩恩, 我不需要你变优秀, 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, 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, 被我喜欢, 明白了吗? 赤恩恩呼吸停顿了一下, 忽然仰起脖子, 在黑暗中无比准确地对上了男人灼热的目光。 那吃饭呢? 我仰你。 我总要咀嚼吧。 丽北爵一秒钟都没有停顿, 直接给他接上去。 你要我嚼碎了喂你也可以。 哦, 当他没说。 那, 呼吸呢? 你帮我呼吸? 黑夜中清晰地传来男人咬牙气齿的声音。 下一秒, 他红唇被堵住了, 又是一通惩罚似的热吻, 压榨完他肺部所有的氧气才放开了他。 赤恩恩, 看起来你的精神还很好, 你再给我顶嘴试试。 再给他顶嘴, 他会让他那一张小嘴只剩下喘气声。 他话说得太用力, 扯动了胃部, 梦哼了一声, 翻身起来。 我去洗澡。 他那一声梦哼虽然很轻, 极力地想要藏起来不让人听到, 但是迟恩恩还是敏锐地听到了。 他立刻坐了起来, 打开了灯。 这才注意到, 高大的男人俊脸苍白, 额头上还有一层细密的汗, 他立刻披上衣服坐了起来。 等等,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 今晚上刚看到他的时候, 他就问过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, 但被他岔开了话题了。 现在他的脸色这么明显, 他几乎可以确定他身体不舒服。 丽北爵遍开脸, 避开他担忧的目光, 劈起玉袍, 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 没有哪里不舒服, 我去洗澡了。 赤恩恩一把抓住他的手腕, 干脆懒得跟他说那么多, 直接伸出手摸到了他的额头上。 入手的皮肤细腻光滑, 微微有点凉。 他才发现丽北爵的皮肤格外好, 这么近距离看都看不到毛孔。 作为女人, 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一种皮肤。 上帝真的是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这个男人,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, 就连皮肤都完美无瑕。 不烫? 没发烧呀? 他试了一下温度, 垂下毛子喃喃自语。 额头上猝不及防多了一只手, 换作其他女人, 他早在那个女人没有碰到她的时候, 直接把人丢出去了。 但是, 这个女人是迟恩恩, 他只有一种舒服的感觉。 他眯起了阴谋, 扫过了眼前垂眸自言自语的小女人。 他并脚滑落了一缕调皮的头发, 恰到好处地遮住了轮廓, 只让人注意到他小巧的鼻子和又长又翘的睫毛。 吃恩恩的睫毛不算是特别浓密的那一种, 但每一根都牵肠自然地上翘, 勾勒着他眼睛的形状, 弯弯地就跟月牙一样, 特别是垂下来的时候, 给人一种特别舒服、 亲切的感觉。 他猴杰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, 压下体内再度涌起的燥热, 拨开了还不知道危险的女人的手, 拨唇轻起。 我没发烧。 但是你不舒服。 吃恩恩坚持自己的判断, 猝了一下眉头, 忽然说, 不行, 现在医院急诊应该还能看病, 我们去医院看一看, 我马上换衣服。 他说做就做, 一秒都没有耽误, 拉开衣橱就要去拿衣服出来。 丽北觉本来不想说的, 看他这样, 只能钻住了他的手腕阻止他, 妥协了。 不用去医院, 我只是胃疼。